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哪些功效呢? 一、打坐利于开胯 武术界常讲以胯打人和以胯走路 这是为了突出表明胯对打拳的重要性 只有将胯骨与脊椎骨连接的胯骨缝撑开 腰身转动时才能灵活 这样身体重心可在双腿间随虚实变化而自如运转 丹田内劲在腰的凝转中经胯传至腿脚到地 再经地面产生的反作用力由足到腿至胯 个关节依次节节贯穿返回到腰脊 再传向肩臂至掌脂 在如此运行中 抖腰转胯可将对方来历扑空或放出 胯根是连接身体上下两部分的中间枢纽 如果胯部僵硬一体就不能将内劲从腿传导到腰脊 劲从脊发就不能实施 同理身臂的画劲也无法依靠腰腿来运作 当然身体传导任何环节松不开 此僵硬部位都会组织内劲的运行 导致全身整劲不能发挥 只有人体各部全都放松 内气才能通畅无阻 在腰胯抖转中才能发出全身编烧整劲 二 打坐需要全身整体配合进行调形 打坐外境内动 长期坚持可促使胯开 对于不能双盘腿的人 常常有人讲打坐要忍痛至麻木 使外形做到五心朝天的要求 强行使骨关节之间的缝隙打开 气自然通了 在这里强调一下 打坐是以松开身体各部 达到内气通畅为目的 因此一方面在平时要加强身筋 压腿等基本功训练 另一方面 打坐前要做好准备活动 避免筋肌韧带还没松开 就生斑硬撅脚掌 让踝关节强行弯曲 做到双盘 导致怀关节扭转超过承受幅度 造成局部软组织和关节受伤 这样即使将双腿盘上 未必就打开胯骨缝 内气还会被憋住 所以要循序渐进的训练 先练散盘调整姿势 再练单盘 当筋骨松开 膝盖渐渐下落 上腿能与下腿贴盐 下腿与坐垫相气时 再练双盘腿 具体方法 先将一只脚放到另一条大腿上 再将另一脚扳到此大腿上 在膝关节与踝关节配合下 小心用手脱踝部向上抬脚 以保护踝关节不受伤 然后在对称向上提拉两踝带动小腿 促使两条大腿从根部对开 将胯骨缝打开 在双腿叠加横向伸展筋骨的同时 跨根与垂直方向的脊椎交汇处 在头顶旋的须领下 对拉靶长 脊椎骨由尾驴节节松开 并向上撑起调整身形 这样牵扯到腰脊的筋肌韧带 使各个骨节松开 整体的筋脉舒展 提高全身的柔韧性 促成内气通畅运行 三、打坐的调息 双盘坐在身形伸展前提下 还要做到意识放松 带动机体和其他各部的放松 将双掌叠加到小腹前 用鼻孔进行逆腹式呼吸 内气随呼吸而行 当呼气时舌头搭雀桥 内气经韧脉下沉丹田 吸气时避地户连通督脉 内气沿督脉上行 经长墙学 加紧预诊学 三观至百会学 再下落齿银学 吸气后有个自然摒气 完成一吸 进行小周天运行 这是实质性的醍醐灌顶 然后将产生的津津玉叶下 练功后精神气爽 全身舒畅 这也是精化气 气化神 神环须能量转换过程 要消耗一定的体能 坐盘不同于相对全放松的握弓 身体疲劳时不宜练习 夜不导单不能替代睡眠式的休息 至于神环须天人合一 与宇宙的能量交汇 我还没有找到明确依据 但逆定里存在 大自然的变化对人的影响显而易见 如关节炎患者 一遇阴天就腿疼等 人的情绪也随天晴而开朗 阴天而压抑 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也可谓人道主义 因此炼功需讲究方位 时辰地点 依静而行恰到好处 炼功同万物生长一样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我们可以从国体版的八段锦气功的教学视频看到 炼功人站在高山之巅 踩天地之灵气 习日月之精华的场景 可见宇宙的正能量是可以应用到健身强体 四 坐盘的调心 打坐的意义不只是开胯 打通经络 调节脏腹 在静坐中通过自锁双腿的方式 由控制机体达到约束浮躁的心 再由心理产生变化 对生理健康产生影响 使定力加强 调整了心态 获得健康 开始练习做工要有意识抛弃一切杂念 渐渐使心情平静下来 逐步达到内气在体内正常运行 甜淡虚无 一心练功 可使内气沿经脉运行 恢复人体的本来功能 使脏腹按子午留住正常工作 免疫力增强 疾病离我而去 健康自然随之而来 练功把支撑生命的四大砥柱 有机的联系起来 形成良性循环 由平和的心态到有规律的起居 致合理的营养 加上充分的有氧运动 可见练功不是直接治病 是通过强身达到防病与胃燃 合乎上衣致胃病 避免了患病再一致 还有副作用的麻烦 经过练功会清心寡欲 远离喧嚣 自行管住嘴 脉开腿 戒烟 少酒 防止了不良嗜好 对身体的伤害 对于柔韧性好的人 双盘腿往往可轻易盘上 但对筋骨僵硬的人来说 无异于一场炼狱 经过长期忍痛 耐忌的打坐 定力加强 抵御不良诱惑的能力 必然提高 可是由于长期占用大量的时间 影响了隋大流的应酬 会遭到家人及同事的反对 和冷嘲热讽 这些无疑是对修炼者 意志的考验 打坐对于慎读者 确实不失为一技 行之有效的良方 打坐作为一种修行的方式 在古代就有各种 入定的修行方法 在不同的修行方法中 他们打坐的姿势也不同 虽然姿势不同 但是他们对于打坐的要求 基本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让自己的心清静下来 从而进入定中 不过由于每个人的 际遇不同思想中的念头 也各有不同 很多觉得自己打坐很难入定 有的人就想了 到底要怎样打坐 才能让自己的思想清静下来 进入入定的状态呢 不同的法门中 对于打坐时的思想要求 是不同的 比如道家讲究抱怨首一 所谓的抱怨就是将自己的整个身体 视为一个单独的宇宙 因为道家从来都是将人体 比作一个宇宙的 自己的这个宇宙 有自己的运行规则 只要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宇宙 做到生生不息 基本上就得到了 所以道家打坐的目的 就是在寻找让自己这个宇宙 生生不息的运行的方法 而所谓的首一 就是守住自己的思想 不放异 不胡思乱想 很多人都知道道家打坐 讲究一个导引 在导引的时候 如果思想走神 就很容易造成体内真气紊乱 所以首一 就是要守住自己的思想 去引导身体内气息的流动方向 从而达到炼丹 演练身体等各种功能 因为过去道家是一个师父 指代一个真正的徒弟 所以师父要随时查看 徒弟的修行进度 一旦徒弟在打坐时 思想出现哪方面的问题 就会采取相对应的方式 去帮他纠正过来 时间久了 不断地纠正徒弟的各种错误之后 这个徒弟就能让思想 集中在抱怨首一的状态 也就是说 道家打坐 就是不断地纠正自己的各种错误 让自己达到真正的抱怨首一 等他忽略了外界的一切 思想完全能集中在引导上的时候 就已经是进入定中的状态了 因为人平时清静祥和的心态保持得多了 在打坐时就更容易让自己清静下来 而一个人平时头脑中总是想一些关于名利上的事情 就很难让思想清静下来 所以真正修行的人都对名利看得很淡 其目的就是能够让自己不去想那些事情 从而在打坐中能够更快地让自己进入定中 赶紧试一试吧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